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我是灰灰 我在福清诚宴小学对面 然后这里新开了个楼盘 叫做云汉向高福 做海力饼做得最好的 有一家就在福清实验小学的边上 据说每天早上过来不摆对 还是吃不到的 而且有限量 老福清人是知道这家 那个炸那个海力饼的店 外地人不知道 所以我是福清的朋友 推荐 他说这家是最好 别的家都不正宗 他每次回福清 都一定要经过这里 去买一下这家的那个海力饼 走我们去看一下 刚好就在这里了 这边是实验小学 然后过来没看到啊 这边都拖广了 你看这个福清的实验小学 一个年级都有12班 这是12班的接送点 12班接送点 然后这棵树下是11班 10班 9班 8班7班这样子排过去 哇不得了不得了 这个小学是好大这个小学 太大了 然后小学走出来这个路口就是向高街 往前面走一点 左拐 就是福清的陈龙那个步行街 就在前面了 现在走到向高街这个三叉口来了 是这家吗 阿华海力饼 还有海力饼吗 有没有 肝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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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没人要的 我们父亲人就这样 是是是 要几个 要一个 一个啊 这是所有的东西都加进去吗 对啊 哦 刚才福州人买了15个 总是站在这里等 刚才福州人啊 嗯 福州人跑这么远来吃啊 来福清吗 福清人去福州 哦哦 哦福清人去福州然后带去福州去吃 你在这边炸了多少年呢 我刚炸 刚炸 我听说这边有一家炸了几十年了那个海力饼 有几十年在里面 哦在里面呢 没关系这个手艺都差不多 哎呀 福清海力饼就是差不多 就是好吃了人家才过来的 是是是是 不好吃了人家不会做啊 没错 你是专门学过的吧 所以啊 我当然专门学过 拜师学医学过的 嗯 拜师了 这个我们福清人每个人都会炸 哦哦哦 也不用拜师 对 从小看着别人炸自己就会了 对啊 东西也很多 我叫这个福清这个 瘦肉 紫菜 海力饼 海力 然后加米姜 加换进去 这个米姜是不是有加黄豆姜 黄豆姜就是刚刚磨了 刚刚磨了 刚刚那个米姜跟黄豆姜合在一起 对对对 就是说黄豆 那个米换进去一起磨上去 哦 它有比例的呢 嗯 有比例的 以比例换进去 哦 就是这样 嗯 嗯 下家我们福清 福清 福清来都就这样做了 都这样做的啊 嗯 那么福清呢 很多也去福州开店啊 嗯 有吗 有好多啊 好多吃这个哈 是 哦 先炸先买 先炸先买 冰了我们不去来没人要 他们都不吃 哈哈 不吃 嗯 甘炸的 一火他会吃 哦 凉掉了就不行了 没人要 嗯 你过来看老板 比例做不到 哦 就这样子 这样子比例的哈 嗯 就是这样给你换好 然后就旁边自己这样 现在 对啊 哦 那就很近 哦 哦 如果呢 磨了放在这边 没人要的话 它就不能卷 不能卷了 等下就刮掉了 哦 换磨了 要坏掉 我知道 我知道 就会 天气热会起泡泡那种 坏掉 对 等于坏掉 嗯 我也是福州过来的 福州过来 是啊 福州过来 很多人在这里买 因为这边路边 他看见了就过来吃 啊 对对对 还有我问一下 那个 这附近有没有吃那个 那叫叫杂蕙汤 杂蕙的 嗯 杂蕙的没有 这附近有没有杂蕙汤 没有 哦 真的没有 光了 哦 哦 哦 好大壳 嗯 当然好大壳 我里面露露了 海里也拿很多给你吃了 其实还会瞎灭我 对不对 会会会 你做得好 我都介绍我过来 嗯 别人说 你看你这个海里 呃 做得很实在啊 在哪里 店在哪里 我就告诉他们 在不亲家哪里哪里 上高街 上岔口 嗯 这个我做的事情是很实在的 对啊 做的事情是很实在 事情都是真的 生意都是慢慢做起来的 嗯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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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不用不用带子 就拿手上就可以了 好 可以 这确实有点汗 呃 看了 老师 我快就已经 是吗 要要起锅就要先吃呢 好好 谢谢谢谢 起锅好吃 不过电影 老板娘很热情 一直交代 要热热的吃 凉了就不好吃了 也没人吃 所以现在就刚炸出来 我先来吃一下 是不是那么好吃 我快要吃吃 我快要吃吃 我还是有必要爱吃 我还是有必要爱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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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烘 但是实话实说 这个味道就是不错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 因为我 我拍摄它嘛 拍摄它 然后 他会不会给我养料加了 特别多 不会像其他外卖的单一样 没有糖料 刚才那个老板娘说 普京人都会炸这个海力饼 刻在基因里的 每个人都会炸 从小看着别人吃 看着别人炸 已经都会炸了 所以大家你身边 如果有普京的朋友 赶紧叫他炸给你吃 他会炸 不炸给你吃 就是因为他懒不想炸给你吃 赶紧叫你普京朋友炸 跟烧烤一样 要现炸现吃 凉都不好吃了 人家特别一觉大 这海力饼刚炸出来的 就是好吃的点在哪里 就是外面是酥脆的 里面是海鲜味 加上那个软弱的 知道吗 就酥烂嘛 外酥 里烂 然后咬进去 汁水又特别多 他好吃的点 应该就是这个点 这个向道口进去 是东方红小学 上次有在这里吃过 那个福清的 蜂蜀王跟滑粉 福清市街心公园 不大比较小在街的中心 这里立个排放 他搞什么活动吗 来福清想清福 诶 这个倒是蛮顺口的 你知道这个是干嘛的 你知道吗 这个坐在路边 那个敲着二蓝腿 还有那边 站在马路口的 它是换外壁的 因为福清华侨多嘛 你走到这里 就会看到 很多人向你招手 玩街吗 玩街吗 我以为是干嘛 没听懂 后来再仔细听了一下 诶 跟福州差不多 换钱 这家店倒闭了 阿里郎考巴 楼下也是 楼下三四间店 也都关门了 海过天空 破店 破店都开到福清来了 华侨电影院的路口处 这边有个卖光明夹的大爷 我每次来福清 经过这里 这个大爷都在这里 卖光明夹 好像上次我们也有拍过这个大爷 我有买过吧 买过他一个光明夹 他光明夹还有辣味的 号称中国汉堡 这位大爷应该在福清 应该富养出名 特别是这条街上 伊福街 现在走到伊福街 外面的小巷子 外面竹马路 真是没什么东西 看到的都是那些 玉制菜的饭店 这是一个市场吧 应该是一个市场 旁边都有卖肉的 卖海鲜的 卖鱼丸的 卖番薯丸的 哎呀 这个什么东西啊 这是盲鱼的骨头吗 这又怎么吃啊 这个煮汤也可以 煮烧也可以 哦煮汤煮汤可能煮汤会好一点 这海鲜鱼的骨头吗 不是淡水的 烤盲的骨头 哦烤盲的骨头 就是出口到日本的去那种啊 对 这骨头有当卖的 这个一斤多少钱 八块钱 哦 这个还要卖一斤八块钱 对这个处理好完以后炖汤 那个汤非常鲜 我们吃酒席不是经常吃到那个 胡青的炖盲鱼吗 这个我们福州人是没见过的 就很少 因为要的时候都要拿福青拿回去 福州啊 我看应该不止福州人没见过 全国人就福青人见过 这个就是福青的 其他地方应该都没有 福州有这个福青拿上去 啊 这也是福青拿上去的 哎呀 这个西航西航啊 这个不出来根本看不到这个 看不到哪里看不到 是啊 而且一次性这么多 他把盲鱼肉剃掉 然后做做那个烤盲 啊 然后剩下骨头 他这个剃肉是人工剃的 还是机器剃的 都是人工做的 哦 能工把盲鱼肉剃出来 一条一条忙着剃 哦 剃过去跟那个剃的黄扇差不多那种 哦 一样剃剃 跟黄扇一样剃 哦 这个红烧把骨头全部吃掉吗 没露啊 你怎么红烧 鱼肉啊 这个鱼肉露是不够油 哦 我知道露红红的那个是露嘛 那不是红烧完以后 做两口没了 就丢掉了 红烧是可以啊 这个是韭菜的 太久了 你爸大牌蛋的那个酒店的都有啊 是吗 哦 这碗菜叫红烧盲鱼骨 哦 是不是叫红烧盲骨 哎呀 我每次过几天去酒店吃一下 你去大牌蛋吃一趟 这个一碗那个半粮一斤左右 那个要28块30块钱 去那个大牌蛋吃 哦 哎呀还挺贵的 对 它是专门开酒的 哦 它可能红烧完以后 它是那个有加了地瓜粉来去炸 炸完红烧 不是 那个炸就是这样洗干净的 嗯 比如烧开了它放下去炸 炸的 死的就是这个 脆脆的 哦 连骨头一起吃进去 哦 哦 明白明白明白 炸炸炸马花那样 混合 然后熬 哦 哦 做椒盐也可以 嗯 椒盐也可以 哦 椒盐也可以 椒盐那个葡萄好吃 好吃 去大牌蛋吃一趟 28块钱 封了一块小 是吗 这个旁边炒炒菜 这个没有 这个没有,这个要去西门那边,那个街星公园那边,过去都有 那个大牌档都有 那你这边的那个是什么? 这个中间庄也是一样的,这个有闹,这个钱贵的 这个8块,可能这个15,20块 那是中间买桃梅尾这个闹比这个多的 他是把那个精华提出来卖,当卖 这个20,然后这个8块 您这个加工网也是送去酒店的? 送去大牌档的? 大牌档院,对 这个下午的时候,大牌店都过难拿了 很贵,这个很贵,我们知道芒语很贵,但是芒语谷这么贵 这个是很好啊,那个 骨盖,钙片就是这个骨盖做的 骨盖的,钙片就是这个骨盖 这个是骨盖,骨盖比什么东西都好 这个骨盖好,营养好,做钙片的 什么东西都会做钙片,这个会做钙片 这个是稀奇的,太稀奇了 那个,饭店煮起来很好吃,味道很好 肉不多,味道太好 下次一定要去饭店试一下这个芒语谷 我就问你们,稀不稀奇,你们有没有见过捡芒语谷 我都没想过啊,就是说 我们吃那个烤芒嘛,超市里卖的那个烤芒 或者那个芒鱼 它芒鱼谷到哪里去了,是丢掉了啊 还是做那个饲料,搅碎的做鱼饲料 哦,没想到,它的芒鱼谷还能拿出来单卖的 而且还有大排档,它买回去还是一道菜 这个是,这个是身为不清疼以外 别人完全不知道的一个事情 改天去大排档吃 一定一定 你一定一定,要去试一下这个红烧芒鱼谷 按老板的说法 这道红烧芒鱼谷还挺贵的 不便宜啊